丑小鸭 鸭妈妈正在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孵蛋 不久之后呢 鸭妈妈听见蛋壳接二连三地裂开 一只只小鸭啄破蛋壳跑了出来 可爱的小鸭子围在鸭妈妈的身边 呱呱呱地叫着 鸭妈妈高兴地看着这一群小鸭子 可是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蛋 没孵出小鸭子来 鸭妈妈觉得很奇怪 只好继续孵着蛋 鸭妈妈耐心地敷了一阵子之后 终于听见蛋壳裂开的声音 蛋壳也被啄破了 跑出来一只又大又丑的小鸭子 大家看了就叫这只鸭子 丑小鸭 因为丑小鸭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 邻居们都跟鸭妈妈说 哎呀 丑小鸭长得这么丑 一定不是你的孩子 把他赶走吧 可是 鸭妈妈不忍心把丑小鸭赶走 她带着小鸭子们走进池塘里 小鸭子们快乐地游来游去 丑小鸭也高兴地玩水 鸭妈妈觉得 丑小鸭虽然没有别的小鸭子那么漂亮 可是也蛮可爱的 所以对丑小鸭和对其他的小鸭子 都一样疼爱 可是邻居们总是讥笑丑小鸭 有的时候呢 趁鸭妈妈不在旁边的时候 大家就笑她 骂她 甚至打她 有一天 鸭奶奶来探望孙子们 她看到这一群可爱的小鸭子 开心极了 就把礼物拿出来说 乖宝宝 奶奶给你们带来好吃的蚯蚓 大家快来吃 鸭奶奶将蚯蚓 一条一条分给小鸭子 可是却不给丑小鸭 她认为丑小鸭不是她的孙子 丑小鸭看见大家都有好吃的蚯蚓 自己却没有 伤心地哭了起来 其实 小鸭子们也都讨厌丑小鸭 刚开始 只是在妈妈看不见的时候 才欺负丑小鸭 后来大家看见邻居们 甚至奶奶都不喜欢丑小鸭 这些小鸭子就明目张胆地 欺负丑小鸭了 吃饭的时候 大家都抢丑小鸭的食物 还用嘴来啄丑小鸭 丑小鸭被啄得好痛好痛 鸭妈妈看见这个情形 很生气地说 你们怎么可以欺负自己的弟弟啊 你们应该爱护他才对呀 没想到 小鸭子们却说 丑小鸭那么丑 一定不是他们的弟弟 和他在一起会被人家笑 鸭妈妈拿他们没办法 只有摇摇头不停地叹息 丑小鸭心里想着 都是因为我 才让妈妈这么为难 我还是离开家里吧 于是丑小鸭 趁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 悄悄地走了 我还是要给你带我 有一天 丑小鸭来到一片草原上 那儿有美丽的花朵 还有几只小鸟在玩耍 丑小鸭走过去 想跟小鸟做朋友 可是小鸟看见丑小鸭 都觉得它很丑 马上停止玩耍 通通飞走了 丑小鸭非常地失望 这个时候 丑小鸭又看到几只小青蛙 在草堆旁边唱歌 丑小鸭轻轻地走过去 想跟小青蛙打招呼 可是小青蛙看见丑小鸭 都觉得它很丑 马上停止唱歌 通通跳走了 丑小鸭非常地伤心 丑小鸭继续往前走 来到一片沼泽前面 它高兴地跳进沼泽里 要找东西吃 突然有一只野鸭飞过来 把丑小鸭赶走了 因为野鸭不希望有别人 来跟它们抢食物 丑小鸭被赶走了之后 只好又去别的地方找食物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秋天到了 天气也逐渐凉爽 风有时候很大 无家可归的丑小鸭 时常要冒着寒冷的风 在野外走着 有一天 丑小鸭到了夜晚的时候 都还没有找到东西吃 肚子饿 身体又冷 好难受好难受 突然 它看到不远的地方 有灯光闪烁着 就朝着灯光走过去 它来到一间小木屋前面 砰砰砰地敲门 不一会儿 有一个慈祥的老太太 打开了门 丑小鸭说 老太太 我好冷哦 肚子又好饿 可不可以进来吃一点东西啊 老太太觉得丑小鸭很可怜 就让它进来 并且拿出好吃的东西 给丑小鸭吃 吃饱了之后 丑小鸭本来要走了 可是老太太 留丑小鸭住在它家里 因为冬天快到了 丑小鸭没有家可过冬 丑小鸭听老太太这么说 就很高兴地留了下来 晚上老太太先去睡觉了 老太太有养一只公鸡和一只猫 公鸡问丑小鸭说 你早上会不会窝窝提呀 丑小鸭说不会 猫问丑小鸭说 你晚上会不会装老鼠啊 丑小鸭说也不会 公鸡和猫就说 你什么都不会 滚开 丑小鸭只好离开老太太的家 继续流浪 优优独播剧场上 丑小鸭走到一个湖边 它看见一群白色的天鹅 展开翅膀在空中飞翔 好美好美哦 丑小鸭很羡慕天鹅 能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于是它就游进湖里 想学天鹅展开翅膀飞翔 可是怎么学也学不会 就是飞不起来 由于冬天到了 天气很冷 湖水很快就结冰 结果把丑小鸭冻在湖面上 现在丑小鸭不止飞不起来 连洞都不能洞了 还好有一个工人 从这里经过 救起了丑小鸭 这个时候丑小鸭 已经被洞得昏了过去 工人把丑小鸭带回家 放在厨房里 不久丑小鸭醒过来了 它根本不知道 自己差一点就被冻死 它心里想 这是什么地方呢 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 丑小鸭看见桌子上 有很多食物 就想拿一点东西来吃 突然出现了一只老鼠 拿着一个鸡蛋 丢到丑小鸭的头上 丑小鸭吓了一大跳 赶快要逃走 老鼠就追过来 结果厨房的碗盘都打破了 牛奶弄倒了 食物散落得一塌糊涂 工人听到厨房 乒乒乓乓地响 急忙跑过来看 老鼠赶快溜掉 工人以为 丑小鸭在厨房捣蛋 非常的生气 于是拿立之扫把 要打丑小鸭 丑小鸭吓得没命地逃 总算逃了出来 她自言自语地说 哼 连老鼠都不喜欢我 我真是可怜哦 丑小鸭独自在雪地里走着 她没有地方可以去 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雪越下越多 最后啊 她找到了一个地洞 丑小鸭决定要躲在地洞过冬 寒冷的冬天 终于过去了 春天又来到了 丑小鸭走出了地洞 到外面打算舒展一下筋骨 就用力地拍拍翅膀 可是却感觉身体轻飘飘地升了起来 丑小鸭大叫着 哦 我会飞了 我会飞了 丑小鸭又惊又喜 她不断地鼓动翅膀 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 好开心哦 后来她飞得有点累了 就降到湖面上来休息 这个时候 湖上有几只白天鹅 往丑小鸭这边游过来 丑小鸭以为 那几只天鹅是要过来取笑她 于是呢 她就准备游到别的地方去 没想到天鹅却说 哎 你是新来的吗 欢迎来做我们的新朋友 丑小鸭听了非常惊讶 她低头一看 才发现 硬在水中的自己 并不是丑小鸭 而是一只美丽的天鹅 丑小鸭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天哪 原来自己不再是从前的丑小鸭 而是一只又白又大的天鹅 她高兴地和其他天鹅打招呼 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 在湖边欣赏天鹅的小孩都说 新来的那只天鹅最漂亮 丑小鸭听了 心里好高兴好高兴哦 其实 她已经不是丑小鸭了 以前的苦日子已经过去了 再也没有人会欺负她了 变成天鹅的丑小鸭 现在已经恢复了自信心 她和湖上所有的天鹅打招呼 做朋友 大家也都喜欢和她做朋友 最后 她和其他天鹅展开翅膀 以优美的姿势飞向遥远的天边 丑小鸭的故事已经讲完了 好不好听啊 好听 妈妈 我像丑小鸭还是天鹅 你当然像天鹅咯 如果我像丑小鸭那么难看 你还会喜欢我吗 当然还是喜欢呢 你永远是妈妈的宝贝 好 再听一首音乐就准备睡觉了 Good n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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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